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中学到什么有关长老的角色 你好,今天中文法的《者国圣经》将学习《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 十七到三十八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阅读十七到三十一节 保罗从弥利都打发人们以扶索去,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来的保罗就说 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 在你们中间始终未能如何 服侍主凡是谦卑 眼中流泪,又因优太人的谋害 经历试炼 你们也知道,凡于你们有益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 又对优太人和希腊人证明 当下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心胜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但直到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 所有捆索与患难等待我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醒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 传讲神国的道 如今我晓得 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 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 你们中间无论何能死亡 罪不在我身上 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圣灵令你们做纯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纯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我知道我去以后 有必有宣报的财胆进入你们中间 不爱惜羊群 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 说被谬的话 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 祭念我三年之久 咒业不停地流泪 劝诫你们个人 那么我们看到保罗在米利都 这里是你以佛所不永 他没有在以佛所停留 因为他急着去耶路撒冷要过五旬节 当时距离节日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当保罗在米利都时 他就把以佛所教会的长老请来 在他迄今为止的旅程当中 他在以佛所停留的时间是最长的 其后是哥林多 这一次与以佛所长老们的聚会 是一次警告和悲伤的聚会 保罗告诉他们 他是向他们宣讲上帝全部的旨意 没有对他们隐瞒任何有帮助的事情 他在优太人和希腊人当中也是这样做 这个信息的中心是对上帝的悔改 和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 那么接下来他就讲到 第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是 他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 将是一次危险的旅程 因为圣灵已经在每个城市指证他将被捆索和换纳 但保罗他自己并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 只为要完成主的事业 在第十九章当中我们看到 以佛所能保罗进入巨院 以确保他不会被伤害的 这表明了他们对保罗和他的使命的爱 因为保罗预计到自己会死 所以他们不会再看到他的面了 在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 路加受到圣灵的启发 准确地将保罗告诉以佛所长导的话 传达给我们和提阿非罗 但这并不意味着保罗所说的一切都是一成不变的 确实圣灵已经见证保罗将被捆绑在一路山的南尔 在后来的使徒形状中 我们会看到主告诉保罗他会去罗马 所以保罗得出的结论 似乎是出自他自己而不是圣灵的 因此这就给我们一个教训 即使是使徒 也不知道他们未来的一切 因此需要小心像我们一样 在没有明确的情况之下得出结论 一些书信中 似乎还暗示保罗将防徽以佛所 尽管这并不确定 因此即使他说以佛所能再也见不到他的观点 也不是圣灵明确相当启示的 然而当保罗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他是完全相信这是事实 所以他想让以佛所能知道他所知道的事情 但即使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 保罗也并不害怕 因为他信靠主 相信他已经做了神猜他去做的事情 就是准确完整地传扬主耶稣的福音 因此他对所有人的学都是无辜的 这意味着如果有人听到保罗的讲话 并在基督之外死去 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到福音的全部信息 保罗就转向了第二件令人痛苦的事情 他是以警告的行使出现的 保罗知道以后会有凶恶的财囊 也就是假教师会进入你门中间 不爱惜羊群 并且说贝利的话 与保罗所传的福音相悖 与耶稣的福音相悖 其结果就是会有门徒跟着这些假教师而远离基督 注意 财囊是有可能来自以佛所教会的弟兄们 他不单单是来自偶像崇拜者或者是犹太人 他也会来自内部 想一想 教会是通常如何开始分裂并追随错误的 它不是来自地方教会以外的人的教导 它通常是来自内部的教导 它可能是从一个或几个基督徒开始 然后传播到其他人 这最终会导致地方教会的分裂 因为追随错误的人无法被追随真理的人说服 从而就导致了分裂 作为以佛所当地教会的长老 他们的工作 尤其是保罗认为不会再见到他们 就是要监督会中 并确保会中被神的话语的真理 而不是错误所未养 那么到目前为止 在使徒形状中 我们已经看到长老被任命 我们看到长老聚集在一起帮助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长老的角色是监督和牧养 他们中间的会中 请注意保罗并没有说他们要去监督 特罗亚或者哥罗西的教会 他说的是以佛所的教会 长老不是一个浓郁的职位 而是一个需要艰苦工作的职位 从保罗后来的书记当中 我们会了解到要成为长老的资格 也因为需要这些资格 所以一些教会可能没有长老 因此这些教会应该积极装备那些 根据圣经能够担任这个角色的人 以便教会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 好下面我们继续阅读第二十章的三十二到三十八节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 这道能建立你们 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德基业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我这两只手常攻击我和同能的虚用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反思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 辅助暖落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 失比受更有福 保罗说完了这话 就跪下从众人祷告 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镜像和他亲嘴 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 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 于是送他上船去的 那么保罗就继续说道了 他将他们交托给神和恩典的道 这道能建造他们 使他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德基业 保罗的意思是 他们拥有保持中心所需的一切 并获得允许给他们的远寒基业 以福所教会中会有先知 因为我们在第十九章中读到的这一点 保罗在以福所写了哥林多前书 所以也许在那里讨论的一些内容 保罗也与他们讨论过 天长罗利加前书和后书 以及加拿大书是在这之前几年写成的 所以也许他们也看过这些书信 哥林多后书和罗马书 都是最近才写成的 所以在不久的将来 获得他们也是可能的 那么从我们的时间线来看 马太福音甚至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流传 所以他们甚至可能接触到这一点的 虽然新约能有很大一部分有待书写 但教会可以接触到已经存在的内容 保罗对他们最后的告诫是 当他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他并不是为了他们的情 以福索是一个富裕的城市 教会也足够大 可以养活他 在哥林多前书当中 保罗明确地表示 教会可以决定支持在他们中间工作的传道人 但保罗放弃了 因为他可能成为别人的绊脚石 他说他在以福索期间公允自己和同伴 在这一方面 保罗给以福索能树立的板牙 他告诉他们 主教导说 师必受更为有福 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认为 因为我并不真正的富裕 所以帮助群人的责任就落到了别人的身上 但耶稣教导我们 每一个人无论我们是我富裕 我们都可以以某种的方式来帮助别人 在给予他人的时候 我们是向他们表达了我们的谦卑 我们的爱 和我们对他们的仁慈 这像神 这与神像我们表现出的态度是一样的 那么最后保罗和他们都跪下祷告 那么运行道别之后 保罗就上床离开了 好 今天我们的学题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题 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 再见 I am not ashamed to hold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i know what the Lord 请再来的歌 s and take a look i know what the Lord to there with us 我们的爱社会